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思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安威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靜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說一下 肥佬麗真的不多 因為肥佬麗還在蹲 結果呢 曾經 在台灣都頗有地位的台瓶 這個蘋果日報台灣版 敲你 就逆手了 逆手之後 有些台灣 那些政論節目 經常都說一些比較迷信的東西 就說 是不是被肥佬麗拖累呀 啊 運氣好壞呀 因為台灣蘋果日報網絡版 去年就是 被一位新加坡商人 潘先生 潘潔賢 就買了 結果呢 就是四個月 就 熱傳 他就虧了一億新台幣 因為當時 是挺有雄心壯志的 就覺得 起碼都可以承接 本來 台灣蘋果新聞網大約八九成 原來的流量吧 貌似就不行了 貌似就不行了 這個 他又不用蘋果的 他就叫做 一瓶新聞網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 一仔嘛 一周刊的一 蘋果 新聞網台灣版 的瓶 所以叫一瓶新聞網 而且 這個一瓶新聞網 他 是拿回 台瓶 以前效力的肥佬麗 96%的員工 結果 要說班底都可以 對 為什麼呢 真的不明白了 最搞笑 因為當時這位潘生 他 跟大陸有些生意來往 所以就說 喂 他是共產黨的白手套 潘生 當時 就說自己會堅守 挺過癮的 就叫做 五筆一絕對 五筆一絕對是什麼呢 就是不用品牌 不用網子 不接觸 過資 過資知道是什麼嗎 過人資料 沒錯 不使用資產 不介入新聞中立 以及絕對遵守 法律 這個 也是台灣蘋果日報交易案 他的 承諾 當然他就希望建立一間 時事創新中立理性的 而且客觀 堅持爆料的媒體 但是 其實蘋果日報 你說 中立理性 可能他的手中就不喜歡 你知道 蘋果日報 以前那些 都是 喜歡一些juicy的 曾經被芒果佬說過 Yellow journalism 對嗎 對 亦都稱 肥好禮和另外兩位 傳媒三大L人 沒錯 其實人家說四大包括芒果佬自己 他的媒真的很媒 蘋果日報 他96%都是本來台評的人 除了幾個人沒有了 因為幾個人 跟肥佬一樣 有點狼當入獄 大部分 96%的人馬都來自台灣蘋果日報 應該是 OK的 結果也不OK 是不是 他當時的紅心壯志 就說要令到 這個一台 一平 對不起 就要打入 台灣地區十大 媒體平台 其實有些難以台灣地區很多媒體 沒那麼容易 我們看看他的歷史 這個一台 亦都是 等於一個 其實跟香港關係太深 始終是蘋果日報過來的 我們從19年開始說 因為19年就是有修理風波 19年4月1日 台灣蘋果日報網絡新聞服務 正式更新為 蘋果新聞網 Apple online 由19年4月10日 下午三點起 當時 蘋果新聞網就改成 訂閱鍵 因為我們為了做節目大馬上也訂過的 蘋果日報也訂過 可惜他沒有了 會不會虧了水 有退款了 開放免費註冊會員 更加進入 效片用 因為他用蘋果的平 用普通話 才可以 瀏覽到每一則新聞 其實也挺厲害的 當時肥佬還是有一點點號召力 台灣蘋果 是改變了台灣媒體的生態 有很多 東西令到 當然 芒果老實說 改變了台灣媒體生態 弄得不好 老實說 台灣媒體 自己也 我不是幫肥佬 其實大家的古怪東西 也挺多 大家混在一起組織 會員也挺厲害的 他兩個月時間有318萬會員 最高峰期 是的 後來呢 他本來也沒有了 他寫了是沒有了 他們要停耕 更新 到了19年7月4日 需要付10元新台幣才可以維持到會員資格 可以看到網絡新聞 14日的時候 蘋果宣布付費會員達到10萬 因為之前的300多萬是不用錢的 後來付錢 就是10萬 到了19年9月2日 月費 說真的又不是很貴 120元新台幣 年費1152元新台幣 到了2020年7月1日 蘋果新聞網是取消 付費訂的制 原付費會員改為 無廣告 是 越南 其實有點像YouTuber 可以看到蘋果棟新聞 2021年5月14日 台灣蘋果日報就宣佈 5月18日開始就停 這個紙版的 報紙 集中搞蘋果 新聞網 搞網上就算了 到了 2021年6月24日 連香港 都停止了蘋果的紙門 網站 和 凍新聞的 APP都停了 這是香港 在2021年6月24日 因為當時應該有很多官司前身 但是蘋果新聞網台灣版就不受影響 到了去年6月8日 台灣蘋果新聞網 發出 聲明 表示已經完成大部分 同事 可以 轉移到新東家 安然留用 並且 就由剛才我們說的潘先生 新加坡籍的潘先生 為何他和台灣有淵源呢 因為他老婆是台灣人來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有一個很出名的App 17 有 很早期的 很早期很厲害的 但後來 因為 裡面有些甜品 有些閃卡 搞到 被人監管得很厲害 他當時 早過YouTube 早過面書有直播 是的 他專門搞直播的 很多 這些網美 網上的 美女是搞直播的 潘 潔然 就 跟香港商人這個都出名 王浩 王浩一起用15億新台幣 全出會收購 到20 其實王浩之前也說過會買的 很早之前也說 連香港也買賣 是 後來 好像不知為何 沒有搞 2022年6月14日 清盤中記壹傳媒有限公司就發表 聲明公告 就說 否認出售 台灣蘋果新聞網和他的業務 後來 到了去年8月29日 距離台灣蘋果日報 通報 通報什麼呢 原來他們就向台北市勞動局 就說要大量 解僱280名員工 剩下兩天時間 30日的時候 8月30日 蘋果新聞網就宣佈 潘先生 肯 承接多數的員工 即96%的員工 都很厲害 並且 申請 一瓶新聞網 叫NixApple News 的註冊商標 相關的App 已經是 上架了 到了 2022年8月31日 即是由肥佬黎創立 蘋果新聞網 受眾正慘 宣佈停止更新 到了去年9月1日 台灣蘋果新聞網就關燈了 當時就說香港清盤人 任崇政管理 顧問負責 會計 這個會計師叫薛宥偉 就到 這個 蘋果 當然台灣蘋果大樓 其實肥佬黎賺了很多錢 在台灣蘋果 因為 那些地 其實他當時 價值不菲 這些是賺了錢 在台灣 當然 接管 資料庫和銀行帳戶 同日 陸委會 陸委會 在台灣 發布聲明強調任何行為 遇述香港清盤令再台 效力之延伸 依法是無效的 當然 最後他也是能買得到的 政治立場 其實 蘋果日報在敏感議題上 報道當然是占銳 兩岸的報道上 亦設有一個大陸新聞中心 當然 他們將中國大陸稱為中國 亦間中會用大陸或中國大陸 不過 最喜歡跟大紀元一樣 叫中共 這個 很多是這樣的 其實蘋果亦有論壇 你知不知道當時 綠營 亦跟蘋果亦挺好關係 亦挺好關係 當然 花邊新聞 有些煽動人 那些幾項 這個都不用說了 大家都知道 他 常年都是這樣的 在台灣都是這樣的 蘋果日報 在傳統上 被很多民眾覺得 是 很多 甜的 和 是善情 沒錯 Yellow Generalism 沒錯 亦試過 曲解受訪者的原意 當然不太好 肥佬黎其實有件事我原諒不了他 他是對於 內地人那種歧視 亦煽動了一種叫本土思潮 他有份 他有份 說回潘先生 其實 他是台灣女婿 有兩個 小孩 從 13年起 就在台灣創業 成功地經營一個 拍胎的App 拍胎有沒有聽過 有 17 還有是 星浪 等等的公司 投資 幾家有潛力的 台灣創新公司 並且把多家公司 從 嚴重虧損 變成非常賺錢 結果他那麼兇就不行 都挺好笑的 因為他 都挺聰明的 但是 難道真的很像台灣 當然你相信這些東西的話 不同範疇 不同範疇 之前那些是 社交媒體 社交類和直播類 你做一個真正的媒體 都挺厲害的 挺辛苦的 當然 由香港傳媒 Arian 跟芒果佬說 黎智英創辦的《蘋果日報》 在2003年5月2日 就進軍台灣地區 走過十幾個年頭 2021年 就 剛才說過 5月17日 就是最後一期的 姊妹 雖然後來 蘋果新聞網繼續營運 但是 因為 肥佬黎自己自身難保 只可以賣 他本來又說不賣 結果又賣 途中也有多位 買家說想賣 最後就是這位 潘先生買了 近日 這個 蘋果日報網絡版的 叫做 進化版 即是叫 一瓶 即是一周刊家 蘋果日報 內部就傳出公告 原來公司四個月就已經是 1億 沒有了 1億新台幣沒有了 今年預計還要花多5億新台幣 因為沒有辦法負荷 這個國際形勢的變化 可能經濟環境差了 作出人事變動 很好聽 因為一般都是人事變動 公司架構重蓋 人性調整 原話是人事調整 非自願離職者會議 電子郵件 方式通知 根據內部消息 實際財源達到99人 這個一評內部通知亦顯示 99人當中 如果合意 非自願離職 前 50人是回覆 那 即是99人有50人肯走 就享有 6到9個月的失業寶座 按 投保新資計算 另外 可選 責合意 離職 並且同意調到其他公司 機構的人士 如果未可以 是 擠入 即是不可以有潛失 那就會 屬合意 並須自行向勞動部申請失業 吸附 中文真是難讀 頂他 這個 一評就說收到 郵件的人士 工作日期將會由昨天10日開始 公司 再會發 10天的薪水 最後你何時真的要撿包袱呢 正式生效 很壞 1月20日 21日是年三晚 會不會是剛好還是故意 對 順見也說收到裁員 Email的人士 一定要在昨天4點之前回覆 當然 其他的行家 好像鏡仔新聞 鏡仔新聞也很像以前的蘋果日報 對於一評裁員計劃 北市勞動局 今天就回覆 未收到大量解僱的計劃書 而根據 大量解僱勞動保護法 同一事業單位 之 同一 廠場 工廠和場所 僱用勞工在200人以上 500人以下 60天內 解僱勞工如果達到所 僱勞工之 或超過50人 難怪他用50人來界定 因為他剛才說 5.50人就不用報 真聰明 必須提前60天通報 並且 公告解僱計劃書 為者可以罰10萬到50萬新台幣 對他來說 他也少了一億 他虧得更多 當然 肥佬黎不知道什麼時候 現在看到肥佬黎身上的罪 我不是黑心 他真的不知道 有生之年會否出現 肥佬黎身上的罪 我都看到 對呀 說真的 他最慘 最糟糕的那個 有些人覺得他 活該 你怎麼想都好 其實他也是 四大L人 應該最好收場的 就是這個大班 他很早就 他很聰明 他19年那時已經離開了 當然他就搬他媽媽出來 就說是照顧媽媽 他應該也要拿回加拿大籍的 因為大班曾經 是做立法會議員 他放棄了加拿大籍 很久了 那些說 放棄什麼籍的那些 其實放棄一次 還可以加入一次 基本上各個國家都是這樣的 所以有些明星說 我放棄什麼放棄什麼 喂 以前 在香港有一個人選 很久之前 他特地放棄兩次台灣地區的身份 因為不可以再拿回 有沒有人這樣做呢 沒有 香港那些可能 有些只是放棄一次 包括明星和 那些政客 好 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 再見 感谢观看